大年三十头一天 过了初二就初三 初一十五半来月 六夜三十整半年 说这么两句 然后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 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一个人就叫单口相声 您说学什么也不容易 你要是当然说了 说这个什么什么有天才 这天才天才只是一分 得靠本人的九十九分努力 可是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 人要是该着吃哪碗饭 也有关系 你看我就该着说相声 不是别的 但我小别的小别的我就不行嘛 小时候 小别的挺笨 一小相声挺快 我先我小别的去了 小徒小时候 八岁我就上那个 我们斜队门有个油烟店 油烟店掌柜的 我上那儿学去了 学了三年 学完了回来了 就会扫地 三年学会扫地了 后来家里一看 这不行不行 小别的吧 后来又小去了 小什么呀 有个饭馆 上那儿小去了 现在叫吹石园 那当然叫秦行 学厨子 也学了三年 就学会了包葱包蒜了 还是不行 后来说你喜欢什么 你究竟你高兴干什么 我一瞧啊 在我们那胡同里头有一个 名义铺 胡那个纸什么的 代表胡顶棚 我乐爷上高 我说我喜欢上高 我小这个 家里一想 我爱惜这个 一定行 好 就把我送到这表胡铺去了 也是小三年图 这回真不含糊 小了一年多 老跟着掌柜的 去到哪儿 给人胡棚去扎架子 我呢就在底下 搭搭下手活 这天呢 又到一家 给人胡顶棚扎架子去了 到时候掌柜的吃饭 掌柜吃饭呢 你先看掌 别让小孩们动纸什么的 我吃完饭回来换你 掌柜说完 掌柜就走了 我说掌柜走了吗 我瞧他那 扎那架子挺好玩 我也瞧了不少日子了 我说我来来试试 别扎大间屋子的 厨房 一间 小厨房 我上那儿去了 摆高凳搬进去 我就上去扎架子去了 嘿 还真不含糊 把架子扎上了 扎来扎去 扎到那边还有一个鸡脚 那个地方 就快扎完了 这工掌柜的回来了 掌柜的进来一瞧 呀 这小子行啊 没人骄傲 怎么着 把架子扎上了 好好好 我还怪害臊的 我说掌柜的 您看周正不周正 然后说 行行行 行 挺周正 厨房里头 一间屋子 麻麻糊糊糊 可以了 来吧来吧 你下来吧 下来打酱子 咱们糊吧 掌柜的让我下来 我下不来了 架子倒扎好了 我把脑袋扎到顶棚里头了 你说这玩意哪儿行去 结果掌柜他说 得了 你还回去吧 后来我怎么说相声了呢 哎 这提到这说相声那儿有原因 我老师啊 这是那个张寿辰 张老师 就跟我们住一条胡同 先我说我去小徒啊 他不让 这这孩子笨不行 仔细摆肋不行 后来呀 非找我去学徒去不可 因为什么呢 就因为这么一回事情 我们胡同口外大街上啊 有一个木器店 卖点什么桌椅板凳啊 小饭桌啊 小板凳 这么一个 那个掌柜的姓郝 单字明金 就是好金 好金掌柜的了 这个好正柜的 爱喝酒 喝他这个酒喝得可太凶了 每天是不喝不行 喝了就醉 醉了就睡 没别的 一天到晚老是喝酒 谁都不愿意给他干活 在他那儿的工人呢 都不愿意干 因为什么他自己呀 好喝酒 饭馆里弄俩菜 关上门屋里吃 工人呢 就吃窝头 喝小满粥 每月两三块钱 还老不给钱 就这样 他还不愿意花呢 两三块钱 留着自己喝酒多好 他要好打牌 要好赌钱 怎么知钱也不够他花的 后来呀 这好正柜想了个主意 想什么主意呢 不要工人 招小徒弟 图工 上我这儿来学图五年 管吃 管穿 其实啊 管穿什么呀 就是他那剩衣服 凑合一点 管吃啊 也就是窝头 小满粥 还不管饱 他这木槿铺里头 要用心教 一年来的 就会做桌椅板 弄 他学五年图啊 那四年 都给他耍手 不拿钱 就这样 他这个 收徒的这条件 还挺色渴 因为什么呢 一来的时候 他先得问问 问什么呀 他不怕别的 疑心 老怕人偷他东西 偷东西 当然桌椅板凳 是不行了 桌椅板凳 你搬一件 少一件 那哪能行 桌椅 你也不能够咬一口 啃一块 最主要的 他好喝酒 他怕人偷他酒喝 会喝酒的 他不要 他也不明说 小徒弟来呀 他先试试你 怎么试啊 有介绍人吧 给掌柜 介绍一小徒弟 小徒弟来了 掌柜这么一瞧 你在我这儿 小徒啊 给你点东西看看 一开柜门 拿出一瓶酒来 这什么 上头有标签 让这孩子认 这小孩这么一瞧 山西分酒 不要 怎么不要啊 他心里琢磨 这这是会喝酒啊 不单知道酒 连出酒的地方 他都知道 那哪受得了 不要不要 走 给轰走了 让介绍人 你再给我找一个 过两天又介绍一个来 他还是这套 在我这儿小徒啊 给你点东西看看 一拉过一门 拿出一瓶酒来 这是什么呀 小孩一瞧 这是 绍兴黄酒 绍兴黄酒 又叫花雕 我不不要不要 走走走 草家伙 黄酒小名你知道 花雕连大号都知道了 走走走 不要不要 介绍人也纳闷 这人什么毛病啊 这是 怎么认识自造 不要啊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知道掌柜的爱喝酒 后来就有人呢 传到我们家了 我一听这个 我自暴奋勇 我说我去学徒去 我爸爸跟我妈不答应 那你哪行啊 你听着探子不管保 我说不 我非去不可 结果我去了 介绍人介绍来了 我往那一站 跪跪跪跪 劳劳实实 这好生贵这么一瞧 你带我这小徒啊 多干活知道吗 知道 给你点东西瞧瞧 递了出一瓶白酒来 这什么 你指这标签 其实我瞧明白了 我假装摇头 不知道 有点门 他还不放心 再瞧瞧这什么 又滴了出一瓶黄酒来 我假装呢 我说不知道 不知道 你闻闻 我说马尿 哎呀 可来了好徒弟了 好好好 就就就把他留下吧 把我给留下了 介绍人这个气呀 心说怎么着 好的不要 马尿把你骂了 倒把他留下了 这人这是什么毛病啊 他哪知道 掌柜子是怕人偷他酒喝呀 哎 结果我就在那儿给他小徒 呵 真是不管保持 他这个晚上还得打牌去 一打牌就一宿 天亮才回来 回来之后 你那儿睡着着的 大冬天的 他把你给叫起来 起起起来 屋里怪冷的 升炉子去 他回来冷 他躺着睡觉 我得升炉子去 天刚一亮 有时候还不亮天呢 就得给升炉子 嘴了还老莫分 咱们这煤球烧着有点树啊 每天烧多少 一个月烧多少 听见没有 我说哎 他连着叫我三天 我生气了 第四天我也有主意 满天星星他回来了 今儿个输了 起起起起 升炉子 我说哎 我就升炉子去了 把炉子也升着了 挺暖和的 我也在屋里待着 等他呀 睡着着睡得香香的 我过去我叫他去 我说掌管子掌管子 快起快起 他不知道什么事 哎 怎么回事 我说每天烧煤球 没数 今儿我数了 一共烧了四十八个 那你告诉我干嘛呀 我这睡着着的 没有的事 他又着了 打这起啊 他回来 他也不叫我了 他怎么 他叫我 他怕我又给他数煤球啊 哎哎哎哎 我行 有点意思 可就是我老吃不饱 我这样要命 我一看呢 他墙上 这天呢 买了一块火腿 挂在墙上了 滴了两瓶酒 这天他赢了钱了 搁他桌上了 搁桌上 他赢了钱 他闹得哼 他还想耍去 就跟我说 嗯 干这话 干这话 我呀 出去有点事 听见没有 明天亮回来 注意 墙上这块 啊 这叫火腿 千万别让猫叼了去 知道吗 还有 后腿是咱们那只老母鸡 隔壁可有大黄狗 别让狗给咬了去 明白吗 哎 最重要的 就这两瓶 这可别动 这两瓶 这这是 毒药 一个是白皮霜 一个是黄皮霜 喝了就死 明白吗 留神 我说 哎 他走了 他走了 我这个气呀 我一瞧 一瓶葡萄绿 一瓶状元红 嘿 两瓶酒 干我毒药 火腿 鸡 我呀 我想我这图也就小在这算倒头了 行了 我把火腿摘下来 把这只鸡滴了出去 我经常饭馆给他叫饭去 他老师叫俩菜 关上门一喝酒 我这拿这两样东西我到饭馆了 我说掌柜的 那什么 我们掌柜的说了 新建我们来了一批木料 这批木料有盛头 可以给您盛不了什么 我们掌柜的说好好给您盛一个剁菜的墩子 给您盛这么一个 过两天就给您送来 掌柜说让您受累 把这鸡给宰了 剁一剁 把火腿给切去 是是是 打那个饭馆掌柜的就高兴 怎么他想他白进一蹲子 叮当五四 把这鸡退了 也剁了 我拿回来了 拿回来 我这么一顿 顿得烂了呼呼 两瓶酒 打开 得了 我呀 反正是 临别纪念 喝呀 我是连吃带喝呀 吃饱了喝足了 骨头一扔 俩空瓶往地上一甩 我就躺在他那铺上 我就睡了 睡到天亮 掌柜就回来了 掌柜回来一瞧就炸了 嗯 这孩子怎么在这儿睡 一瞧俩酒瓶子在地下 火腿也没了 奔到后腿院一瞧 这只鸡也没了 掌柜一瞧 呵 好啊 全给开了 这儿睡上了 这个气呀 过来就给我一拳 起来 别睡 我假装呢 我起来 我一瞧他 我就哭 我说掌柜 您怎么才回来 要了命喽 活不了了 什么事 怎么回事 我说怎么回事啊 我说您走了 您让我注意的事情啊 我倒是注意呢 睡着半夜里头 我听见狗咬 狗咬我就起来了 想不到他把那个老母鸡给叼跑了 我想我怕您回了几 打我呀 我就追去了 赶我追也没追上 回了再一瞧啊 这火腿也让猫给叼了去了 这两个东西都没了 我想您回了 您一定得打我 不能饶我呀 我没别的办法了 我就想起您说那两瓶毒药来了 我琢磨着要跳河 河缝着呢 不好跳 我干脆我喝这毒药 我自杀得了 结果头一瓶白的喝了 不行 二瓶黄的也喝了 他还没死 掌柜的一听着他气啊 这么回事去啊 掌柜的也不好意思说 我那是酒不是毒药 他也不好意思说这句话了 气得直跺脚 他那气得跺脚 我这成心还逗他 我说掌柜的 您不是说那是毒药吗 喝了就死 我喝了两瓶了 怎么还没死啊 怎么没死啊 废话 药力不够喝的少 我说那好 那您再给我来两瓶怎么样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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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